沒有啊 我已經吃飽啦 對啊 等一下喔 常感覺紅龍有痰 咳也咳不完嗎 中醫師郭宇瑞表示 痰衣型態可分四種 針對不同類型可吃合適食物 有助於化痰止咳 痰偏濃稠且不容易咳出 多半發生在臉色偏紅 容易口乾舌燥的人身上 可以多喝溫開水 還有吃比較潤的食物 像是杏仁 梨子 白木耳 如果痰很黏稠 甚至呈黃綠色 常見是感冒引起 因此常有合併發燒 咳嗽的症狀 建議可以就醫治療 還有可以吃白蘿蔔 綠豆 或者是喝綠茶幫助解熱 假如痰呈白色且質地黏稠 量很多 多半好發於身材比較胖 或者是愛吃冰冷的人身上 可以吃幫助化濕的食物 像是藝人 橙皮 冬瓜 至於痰的質地偏稀且呈水狀 這類型的痰在冬天最常見 因為受到風寒導致 常會合併打噴嚏 流鼻水的過敏症狀 可以多吃去寒的食物 像是生薑 大蒜 紫蘇葉 中醫師也提醒不管是哪一種痰 最好都避免冰冰 人影和高糖分的甜點 以免生痰 還有燒烤炸辣也容易刺激 家具想可痰的衝動 最好暫時少吃 動新聞 台北報導